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欧美的经济 欧洲各国目前罢工的浪潮一波一波 不过德国经济传出捷报 它上锈了今年的成长前景 德国预测今年第一季 渴望就免于衰退了 欧央发布了新的民调 指出消费者乐观看待通膨 也乐观看就业 美国衰退的阴霾又开始了 由小飞浓制成的就业报告出炉 三月份美国的新增工作只有14.5万份 远远低于预期 专家看法是 就业市场强劲了好几年之后 现在叫正常化 全美业者还在招逼买马 但开始转向保守 新资服务公司ADP发布最新报告 美国三月民间企业就业人数 只增加14万5千人 不但远低于预期 还几乎只有上个月的一半增幅 就连薪资成长也变慢 一连串皮肉数据 再次加深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让周三美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收黑 但看在其他专家眼里 还代表经济这样放缓 并意味着就业市场在强劲了几年后 总算要正常化 这波招聘放缓当中 又以信用业跌幅最大 减少约五万一千个工作机会 专业和商业服务少了四万六千份 制造业减少三万份工作 反观增加最多的是履宿业 大增九万八千人 但ADP经济学者表示 这不但会让联准会松一口气 也将是中小企业的福音 尤其大公司的裁员潮还没停 包括电商龙头亚马逊 自年初以来已大砍三万份工作 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 宣布要裁掉美国五间仓储的两千多名员工 素食连锁业者麦当劳 这周已暂时关闭总部办公室 酝酿接下来的裁员行动 而这数百人群聚 举牌抗议的场景 则出现在英国伦敦 谷歌的办公大楼前 在职员工也力挺 就是针对今年一月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宣布 大财全球一万两千名员工 相当于总人力的百分之六 但整个裁员流程 却忽视员工的担忧 上个月在瑞士苏黎市 也发生过类似群聚抗议 被宣喜和通膨压得喘不过气的 不止大企业和员工 还有这些被一颗颗颗拔除 等着被废弃的苹果树 这座果园就位在有英格兰后花园 之称的肯特郡 近几年受到气候和脱欧后的缺工影响 越来越赚不到钱 但真正的致命伤还是去年的一波通膨飙升 撇除英国 根据欧洲央行最新调查 发现欧元区消费者更乐观看待 经济成长和就业前景 对未来十二个月的通膨预测 则从原来的百分之四点九 降到百分之四点六 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也稍来喜讯 由当地四间权威经济机构 组成的团体 周三发布预测 指出德国今年第一季 可免于衰退 GDP将扩张百分之零点一 对比去年第四季是萎缩百分之零点四 高通膨压力有人在 能源危机阴霾也还没消散 德国经济成长在夹缝中露出曙光 TUBI新闻组合报道